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我们 我就带着他去电脑城 大家去逛了一圈的电脑城 然后看了一些盗版的关盘 诸如此类的 挺聪明的一个人 就这样 特别聪明 特别能够知道 我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她不用以言表示 她不用以言表示 就是在交往的过程中 她会迅速的判断对方准备做什么 想做什么 诸如此类的 这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女生 就这样子 但年纪太小了 她母亲善爱男 因为平常 我们也经常在论坛上偶尔互动一下 所以呢 总体来讲呢 我觉得就是 蒋方舟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女生 知道吧 而且也很会思考啊 当然有时候 你们现在可能看到她的很多文章啊 写出来啊 有点四平八稳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啊 但是呢 她可能就是 她的文章可能显得比较平常啊 但是可能啊 也是因为她后来当了这个 一个报纸的主编的关系 知道吧 因为一旦到那个位置上啊 你就得考虑自己说的话 不要太过激了 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政治影响 因为主持报纸啊 主持刊物啊 这些东西啊 她都是有政治影响的 知道吧 特别是大的媒体 知道吧 所以呢 导致她写文章啊 就变得说手说脚了 不像她小时候啊 或者是她刚毕业的时候 那么 嗯 那么崩放 知道吧 就这样子 所以现在有时候人呢 说的很多话啊 都是她社会身份决定的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随便胡说八道没关系 但是呢 当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呢 我就不敢像现在这样胡说八道了 知道吧 为什么呢 因为要考虑影响 考虑到别的同事 会因为我的胡说八道而导致工作受到阻碍 知道吧 所以呢 你们假如说啊 现在看到蒋荒舟一些评论啊 一些错误的地方啊 你们就别太较真了 因为她现在的位置是不是特别自由的位置 知道吧 嗯 谢谢观看